熟读三国的读者 应该大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国家不死 卧龙不出 这句话是对三国形式一种假设 意思是 如果国家没有英年早逝 很有可能曹操就会完成统一 就不会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了 更不会有诸葛亮什么事了 让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曹操实现北方统一的过程中 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 甚至可以说无人替代的作用 比如在曹操与袁绍相争之时 普遍都认为曹操会输 甚至很多曹营中的人 都暗中和袁绍眉来眼去 而国家却提出了公有时胜 少有失败的论断 这集大地安抚了民心 为日后曹操击败袁绍奠定了基础 第二 例如当刘备投奔到曹操仗下时 其他人都劝说曹操杀了刘备 只有国家劝曹操留下刘备 以招贤纳事 这一招果然有用 天下人才都云集到曹操那里 再比如后来曹操准备与刘备 开战的时候 曹操担心会被袁绍偷袭 国家说不会 袁绍这人有某手段 结果是袁绍果然没有出手 又比如关渡之战大劫后 曹操准备乘胜追击 这时候国家说 袁绍的两个儿子有矛盾 无锡打 他们就会自相残杀 劝他拿住时机进攻刘表 之后袁绍的两儿子果然自相残杀 结果一死一逃 这时候国家请曹操先暂停攻打刘表 先灭掉袁绍的儿子袁绍 不然让他和胡人联合起来 惠伟大不调让北方不稳 也正是在国家辅助下 曹操平定了北方 可这时候国家就失事了 若是国家还活着 他是否能辅助曹操一统南方呢 小编认为就算他还活着 难度也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一是曹操面对的敌人不同 之前曹操统一北方之时 面对的敌人是袁绍 吕布 马腾等 这些人无论能力及个人眼光 都无法与曹操的南方对手刘备 和孙权二人相提并论 逼二比如曹操攻打刘备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袁绍从背后偷袭 但袁绍偏偏没有听田锋的请奏 就是不出兵 才给了曹操一机会 后面袁绍的两个儿子 没有趁曹操南下的时机 偷袭曹营大后方 反而是自相残杀又给了曹操机会 换句话说 国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 是因为非常了解袁绍及其儿子 吕布等这些人的特点及弱点 知道他们不会打仗 所以让曹操打时间差 可若是曹操面对刘备 孙权这样的对手 这两个人身边的诸葛亮 周瑜又都是行军打仗的能手 国家又怎样给曹操出更好的主意 二是曹军在持比之战的失败 并不是战略失败 而是战术失败 国家是一个战略家 他替曹操出的谋测 基本都是战略主义 但是当曹操打刘备 孙权的时候 却并非是战略错误 他该不该发动持比大战 不战孙刘就会发展作大 尤其是刘备肯定是直起一周了 所以即便是国家活着 也肯定是同意曹操战的 曹军在持比大战的失败原因 是不是南方的天气 且瘟疫等流行病爆发 也是不会水战 没有水军 还有粮草不足 后勤保障跟不上 这些都是战术问题 战术问题 或许国家也是没办法解决 因为从来没有他解决 这种问题的历史记载 三是如果国家还在世的话 或许能够给予的作用 只是分化离间孙权 刘备两方的人才 当初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 正是国家提醒曹操招贤那事 没杀刘备就是广贤那事的结果 也是曹操可以得到支持的原因 但是孙刘这边的人才能够被曹操吸纳过去吗 当初孙策打东吴之时 讲的是武力 人心不服 但孙权主是知识 他十分理贤下事 所以江东的人都愿意跟着孙权干 而刘备更具有招贤那事能力 且还有皇叔的出身 所以他账下人才几乎没有去曹操那里的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国家不死 我龙不出 这说法实在有些夸大其词